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Ada COVID-19病毒 迅速在中國傳播 中國人瘋狂搶退消藥和止痛藥 來緩和症狀 引發廣泛的藥物短缺 同時導致世界多地 發生全球性搶購藥物的現象 由中共闖綴放寬清零政策以來 疫情在全中國爆發 投資銀行野村證券的分析師 將這種情況描述為全國性混亂 《Capital Economist》的分析師 在另一份報告指出 總體來說 大問題是目前的重新開放 是否有相應計劃 在國家機器運作中 似乎更廣泛的 並沒有看到轉變的來到 由於中國醫療服務不堪重負 中國公民已轉向世界各地的個人聯絡 來尋求藥物 導致恐慌性搶購藥物 已蔓延到中國大陸境外 泰諾和雅維的仿製藥 在港澳台乃至澳洲藥房都銷售一空 促使當地部分藥房限制銷售 甚至黃土罐頭也被那些 找辦法應付COVID-19病毒的人搶購一空 也有海外網民爆料 內購在Costco等購買大量泰諾等退銷藥 在中國最大的網上購物平台 阿里巴巴 普通的撲熱式痛藥丸 價格在過去七天上升了十倍 香港衛生署署長敦促公眾 不要團職感冒藥 要求他們不要過度購買 銷售人員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表示 在灣仔商業區的五間藥房 泰諾的本地牌子藥物 Panador已經受慶十四天 一名自稱Simon的推銷員 短缺是由於買家大量購買 寄給他們在內地的親戚 當Simon的店鋪 確實有辦法獲得部分供應時 他便可以通過大約十四天的複雜流程 向中國長期客戶提供送貨服務 每兩公斤的成本 是港幣150至200元之間 據推銷員說 我們通過郵寄方式 將入密寄到澳門 我們的代理人就在那裡拿貨 然後通過邊境人員 運送到珠海 他補充說 速遞員到鄧內地之後 必須進行隔離 據銷售人員說 目前的規定 不允許把藥物直接由香港寄到中國大陸 在位於香港島的曼士達西藥房 顧客要求店員 將一包藥寄到內地 需要給大約十五美金的費用 而在這間藥房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店員 Tony 5 說 藥房一種普通藥 對於欺安積勳 最近已經受慶 現時五十歲的通年 向《紐約時報》指出 客人告訴我 都是買給親戚朋友的 他們在中國大陸買不到退消藥 是真的有需要的 在澳門 日本監管機構前幾天下令藥房 要限制購買止痛藥 退消藥 和礦元件測試劑盒 據當地報章 Xmoon News 報導 這項命令是在居民投訴 在找感冒藥和發燒藥的時候 發現貨架空空如也之後發出的 CNN記者12月21日 去了台北各區十幾間藥房 也找不到一盒Panedal 位於市中心的 Kawaki Drugstore店員 林先生指出 過去14天需求激爭 林先生表示 自從中國大陸COVID-19爆發以來 我們一直面臨Panedal的供應短缺 但是現在情況變得更加嚴重 部分顧客告訴我們 考慮到中國那裡的情況 想將藥寄給中國的親戚和朋友 台北信義區藥劑師 Yee Lee Chan對CNN說 最近他的藥房收到很多關於Panedal的詢問 部分人想買這些藥 因為他們想寄給是中國的親戚 而另一部分人 就是自己需要這些藥 因為他們很快就要去中國 據澳門廣播公司報導 擁有大量華裔居民的澳洲城市 部分憂心匆匆的澳洲華人 也開始向中國的家人 寄非處方的感冒藥和流感藥 Sni居民反而向澳洲廣播公司說 他買了幾十包子痛藥 寄給他在上海七十多歲的父母 2007年來澳洲的范兒 是一名全職媽媽 范兒說 我不希望我父母去醫院 因為城市的醫療設備 肯定會超負荷 范兒向澳洲廣播公司表示 在這種情況下 應該指望自己而不是醫院 35歲的羅夏 是一名住在深圳的翻譯 他在11月中開始為自己和家人 下訂單購買藥物 當時他第一次懷疑政策即將發生變化 羅夏向華盛頓郵報說 我很擔心我父母 尤其是我媽媽 他的肺不好 當中共衛生部門 在12月7日公布了放寬COVID-19控制的 10點計劃時 羅夏就再次轉了在網上平台 手術部落分 但沒有即時找到 羅夏最終在一個網站下訂單 該網站的藥丸售價 是正常價格的3倍 出貨需要8天時間 而不是通常的2、3天 即使羅夏沒有預料到COVID-19規則 會放寬得這麼快 他表示 真是必須做出正確預測 並迅速作出反應 為了得到一合約 市民必須付出越來越大的努力 這已經激起部分中國人的憤怒 他們指責中共政府 沒有確保平穩度過 二年24歲的北京居民 西文章向紐約時報說 當我看到新聞號召民眾互助時 我就覺得很愚蠢 西文的女朋友感染了病毒 目前已經是在康復著 西文說 他們中共說不要積團藥物 將入合布洛芬 展成細細份再買 為什麼我們中國人永遠都是自救呢?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志本台記者 夏宇的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再次請訪問 《紫士國聽》 《紫士國聽》 《紫士國聽新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